好,来,我们开始 我简单的把昨天的作业 然后剪两道题来去给大家说 其中有一道题是这样子的 我刚才就搂了一下李泽的 其他的话呢,我还没有逐个打开看 然后回头的话,我再打开看一下 这个一会下课我再给你搞 这个好像还接不过来 然后呢,我们把作业拿过来去看一下 就是这一题目 这个题目的话呢 其实这个默认值就跟我们昨天写的那个一样了 这个用户名和密码跟我们昨天也一样 剩下的话是否记住密码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布尔类型的了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变量,两个变量,三个变量 是吧,这两个变量的话 你可以是键盘输入的 然后呢,这个就是你默认的一个设置 这个默认设置就是你那个框上是否有那个对勾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图形界面 所以我们就默认给它设置上 它的一个格式就OK了 在这一块 好,那因此啊,我们来去看一下 好,因此啊,我们在这一块来去看一下 在这一块的话呢 首先我们先键盘去输入 是吧,然后在这一块的话呢 来去给它输入用户名 是吧,用户名 因此的话呢,你在这儿是不叫 usermusername 然后下边在这儿的话来一个叫 tassword等于input 下边在这儿的话叫谁 叫密码 是吧 好,那这个完事了之后 我还有一个变量 叫is-remember remember r-e-m-e-m-b-e-r 是吧 好,那我接下来的话呢 在这一块 你可以默认给它设置一个这只处 处的话是不是就是记住密码了 然后那接下来在这儿就是写判断 如果用户名和密码正确 并且它是处表示记住密码 然后则打印已经记住用户名 谁谁谁的密码了 然后其实就是告你已经登录成功 并记录这个密码 因为记录密码是不是只有登录成功之后 才能够去记住的 然后或者在这儿的话呢 我来一个谁 来一个false 然后呢在这块 其实这块的话取决你自己 有没有记住 然后否则去打印没有记住密码 需要下次继续来去输入在这块 好,那在这儿的话呢 我们来去看一下这块 怎么来去写去 然后并且为处表示记住密码 是不是 然后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当初题目给的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在这儿的话要加一个这个判断 说user name等等 然后我一开始是不是给大家规定好了 就是这个了 所以你在这儿的话叫ordemin 这时候应该用谁 and pass word等等 然后等等谁 诶,符号不对啊 然后叫1234 好,那在这儿的话呢 他还说了一个是谁啊 并且 对吧 并且为处 那在这儿我该怎么来去写它呢 然后叫is remember 然后这样来去给他加就OK了 当然有同学刚开始的话 是不是经常会在这儿 在这么 是不是这么来去加一下了 其实这块等等处的话呢 你可以不加这个等等处 因为本身is remember 是不是就是一个布尔类型的了 因为已经是布尔类型 所以你就不用再加等等的一个 这个比较了啊 然后因为前边是布尔的 然后后边也是一个布尔的 所以他本身就可以是不是 返回一个布尔类型的值了 嗯 然后呢 那我在这块啊 说如果是的话 那我在这块是不是就打印 已经记住用户名谁谁谁的密码了 嗯 然后呢 如果在这块打印的话啊 这儿是谁啊 是不是就是百分号s s是谁啊 在这儿 然后就用我们昨天的格式化 是吧 格式化因为它只有一个 所以你在这儿 是不是就写username就好了 就不用加括号了 嗯 然后那我接下来的话 说我在这儿加一个谁 加一个else 然后我在这儿再print print的话 在这儿就说没有记住密码 或者需要 但是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我要是这样来去写的话 没有记住密码 需要下次继续输入的 是吧 然后那在这儿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进入这个else的时候 是不是不一定是没有记住密码的 是不是还有可能 是不是用户命和密码输错了 对吧 所以我们再去写的时候 如果我要把它都写在这一个里面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这两个不符合需求的时候 它是不是也会往这儿来去进了 嗯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来去改它呢 在这一块 第一先要登陆成功 然后再看一下它这块是否是为真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应该用昨天的谁了 是不是昨天讲了一个叫嵌套 是不是啊 就是里面是不是再去嵌套一层了 嗯 所以第一先要保证登陆成功 然后再往里面来去判断 is remember是否是 出 是不是就这么来去给大家了 嗯 然后如果是这个的话 那已经记住用户名 它在它的密码了 然后呢 else else的话 那你在这儿是不是再来去给它缩进 这样来去写 else没有记住用户啊 需要下次是不是继续去输入的 啊 然后你在这儿的话 可以再来一个else 这个else的话 是不是指的是外层的衣服的else了 或用户名或密码有误了 是吧 所以在这儿这么加啊 叫用户名或密码有误啊 叫用户 哎 切不过来 啊 所以在这儿的话呢 叫做用户名或者谁啊 叫做密码有误 是不是我们就这么来去给大家加了 啊 所以在这儿的话呢 我们就用了一下 昨天我们给大家来去讲的那个签套部分 是吧 然后来进行判断 它跟它是否相等 如果相等 再来去判断是否是记住密码的 所以在这儿的话呢 是呃 进行第二层的一个判断啊 好了 那这是这一个题目 然后给大家强调的啊 因为原来在其他班同学在去写的时候 他就写在一个上面来了 嗯 所以这一块的话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 哎 然后里面再去签套一层去啊 刚才李泽应该也是这样来去写的啊 好 然后呢 哎 不是他啊 然后我们再来去看作业当中的这个吧 嗯 就是支付的那个 嗯 像特派 什么特派队 是吧 哎 不是 是特遣队啊 特遣队 然后特遣队这个的话呢 是呃 跟我们昨天讲的那个什么什么管理系统 是不是类似的了 嗯 然后是一样的啊 这个润年这个呃 是不是你就判断一下能不能整除 并且能不能怎么样了 是吧 剩下那些就是计算 你看一下他打印什么 你先分析 你要分析完之后 你再拿电脑一运行 是不是来去判断他的结果就OK了 嗯 好 然后我们来去看一下这块 我给大家标了一个选座题啊 就是你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来去来去选座这部分题目去 然后呢 就是模拟超市付款 有商品的单价 是不是商品的数量 是吧 好 那在这的话 键盘输入商品的单价 以及商品的数量 是不是就能够知道 他应付总额了 但是这个是不是仅限于是一个商品了 啊 然后如果是多多个商品的话 回头我们今天讲完循环 然后再去说了 嗯 好 那我们在这的话 把它拿过来 我们上面这个也给大家注掉啊 好了 那我们 诶 这没注掉吗 没啥 还有延伤呢 啊 注掉了 好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去看后边这一块啊 好 来看模拟超市付款这一块 说啊 我现在假设就买一样东西啊 商品多少钱 是不是买了几件 这个商品了 然后呢 你就模拟键盘输入单价 商品数量 这个单价的话呢 你可以是几块几 所以这个单价的话 你输入完了之后 是不是要把它转成一个float类型了 然后数量的话是一个整形 然后只有是转成对应的数值类型 是不是才能参与进去算了 然后去计算总额 总额的话呢 你可以按float类型来去算了啊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一块这么来去写啊 第一 比如说 就来一个欢迎光临 什么什么超市吧 光临是吧 然后某某某超市啊 比如说在这儿叫北科超市 有没有北科超市啊 这事还不对 超市啊 好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是不是就是付款了 那你要付款 是不是就是输入 当然这个它都是自动在那一扫 但是咱们这个没有那么智能啊 所以我们只能是键盘来去输入商品了 然后所以输入商品的单价 对吧 然后是商品单价 然后呢 然后呢 接下来 你在这儿是不是就要去接收一下它 这个叫什么变量 price 是不是价格了 好 还有一个叫number number 是不是就是它的数量啊 然后在这儿的话呢 是商品的谁啊 叫数量 好 那这块完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得对它进行转换 所以转换我们就一步完成了 所以我在这儿的话 是不是就给它加一个frot 然后给它套起来 然后这儿的话呢 是不是就给它加一个int 给它进行转换 因为数量你不可能买半个 所以肯定是整形的了 对吧 好 那这块完事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是不是就能够计算它的总额了 嗯 所以在这儿的话 我们就来去计算它的总额 是吧 好 那计算总额的话 我们怎么来去计算呢 所以我们在这儿是不是就是price 去乘以number 啊 然后呢 复值给谁 Total 比如说这个就是它的总价了 嗯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提示用户有四种方式 哎 下边这一块的话呢 是不是就给出提示了 请选择 以下付款方式了 对吧 选择 那就是键盘输入了 因为不同的方式 是不是有折扣不一样了 嗯 然后下边在这儿的话呢 就是选择付款方式了啊 叫选择你的付款方式 啊 好 那因此啊 我们在这儿是不是就来个input 呃 怎么多了 好 input在这儿的话呢 是 这样啊 叫选择 付款的方式 是吧 好 方式 摇低 现金 哎 我在这儿是不是给大家有一个是现金了啊 然后第二个是啥呢 第二个叫做微信啊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 是支付宝 是吧 然后下边 下边一个的话 下边一个的话呢 就是啊 就是刷卡 是吧 好 有这几种方式啊 然后你现在是不是就来去给他选择就OK了 好 那我选择完了之后 这一块是不是就是我的一个CHOIC 比如说就是我的一个choice 选择 好 那我选择完了之后 是不是得判断我是做了哪一种选择了 所以接下来就应该做什么 做 就是选择的判断了 是不是 所以在这儿也是做判断 那判断的话 应该用我们昨天讲的哪个部分来实现判断呢 你看他在这儿的话 是不是有多种的判断了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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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时候的话 只要遇到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if else就不行了 因为if else是不是只能分两叉了 对吧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分四叉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自然就会考虑到用 对 用else if那种了 是吧 等等 而且在去写的时候呢 虽然你输的是1 但是大家知道input它有特点 所有input是不是都有字不串了 所以这样来去写 先搭架构去 一般我在去写的时候都是 先把架构给它搭出来 那搭完了之后呢 我是不是再依次往里面来去填充它的内容了 所以在这儿就跟你盖房子 先把图纸画出来 然后画完了之后 我接下来的话呢 是不是再去往往里面来去加东西了 然后等等几呢 在这儿是 4 是吧 好 然后也加一个这个 然后最后呢 if else 如果这个都输的不是1234的 是不是就给它提示一个输入错误 就给它加一个这个 好 那这块完了之后 我现在是不是就开始来去给它干嘛了 填充了 对吧 好 填充的话就是1 1的话呢 是不是就没有折扣了 嗯 没有折扣的话 应付金额是多少 然后给它打印啊 现金支付没有折扣 就给它显示一个 啊 然后现金付款 没有折扣 是吧 然后应付金额 哎 应付 然后金额 然后是多少 多少呢 你在这儿是不是可以啊 来一个百分号 点2f 点2f的话呢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用了一个格式化了 啊 那我在这儿应该用谁 用头头 头头是不是就是总价了 嗯 因为没有折扣嘛 所以我在这儿的话 没有加其他的呃 多余的一个输出打呃 就是一个呃打印啊 我们就加这一句话就OK了 好了 那接下来的话 嗯 然后我们再来看后边 这这这这这这格式化格式化不下去呢 这个波浪线 算了 不给它格了啊 就先这样 好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来去看一下 它是做什么呢 所以你要是忘了的话 因为需求有的时候 你写的代码很长嘛 所以接下来 你就可以把这段这个啊 先给它往下粘下去 根据需求 然后往下写 微信的话 它的折扣是多少啊 0.95折 所以在这儿的话呢 你也可以给它打打印啊 这个是微信支付 是吧 然后呢 叫做微信支付 啊 然后微信支付的话 那你现在的金额 是不是就给它打0.9 0.95折了 其实就是95折啊 那如果是95折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怎么来去给它算呢 所以你在这儿 是不是应该做 total乘等于0.95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用了一下 我们的负值运算符当中的 那个运算符了 是不是啊 就 困了 我我我 没有叫错吧 不 啊 然后呢 那在这块啊 我们 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儿是不是就那个 total金额了 所以在这儿就给它打印 支付金额是多少 是不是就OK了 嗯 然后叫做支付金额 然后是多少 多少呢 你跟刚才一样 是不是也给它格式化一下 就OK了 嗯 所以在这儿的话 是多少 也给它格式化一下啊 就这样来去写了 好 三呢 三是支付宝 支付宝是什么折扣了 是九折 鼓励金 是吧 可以折算到这个 付款金额里面 是吧 那你在这儿怎么来去给它搞这个鼓励金呢 是吧 怎么来去给它搞这个鼓励金啊 其实在这儿的话 呃 鼓励金付款 呃 如果是支付宝的话 鼓励金 鼓励金付款金额的是啊 这些 就是给你这些 而给你这些的话呢 它是不是就直接把这个折算到你的付款金额里了 嗯 那现在的话呢 怎么来去做 然后比如说啊 我total 然后去乘 不能乘了 然后乘以多少 0点啊 我先0.1啊 然后这0.1是不是就是我的鼓励金了 对吧 然后呢 这鼓励金的话 你应该是total减去这个金额 是吧 然后再去 对谁啊 total是不是来去复制了 是吧 然后所以的话呢 这个是总价 总价是不是减去鼓励金的这个金额了 嗯 然后呢 在这儿 其实你就乘以0.9 是吧 一样的啊 然后但是我们就按照他的这个思路 然后来去写就OK了 所以这一块的话呢 就给他加上 比如说这个叫支付宝支付啊 叫谁呢 哎 支付宝啊 支付宝现在是不是每天都有那个消费金啊 给大家 啊 啊 有啊 你们 你们每天 然后可以去干嘛呀 就是至少5块钱减1块钱 然后有时候还能抢到5块钱减2 2块钱呢 鼓励金啊 消费金叫做 你打开支付宝不就有一个 啊 今天是 我我看啊 反正每天我都都都都抢 然后最低的话就是5块钱 呃减1块钱 啊 然后呢 呃今天的话好像是有13场 每一个小时一场这个消费金的一个一个什么 就整年抢 没5块钱减1块钱 啊 没 满5块钱 啊对啊 就满5减1 就满5减1 那那你们买顿饭不就直接那个减了吗 是吧 然后有的时候的话 你 然后呢 他抢的那个就是 默认啊 你不抢 他就是就是5块钱减1块钱 然后就是满5减1 然后如果你抢的话 他有这个什么10块钱减2块钱的 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你满10块钱 那那不就能够多减一点吗 嗯 好像今天好几场呢 然后刷卡了啊 下边是 所以下边在这的话 是不是就是刷卡了 嗯 然后叫刷卡 然后支付 嗯 好 那刷卡支付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在这一块的话 它是有什么呢 说满100减这些 那满100减这些 是不是里面要加判断了 嗯 啊 看一下它是不是100的倍数 如果不是100的倍数 是不是我就没有折扣了 是100的话 我是不是就会给你减20块钱了 所以你接下来得对谁啊 TOTAL进行一个百分号100 然后等等零部 这个是不是就是看一下能不能对100进行整除了 你这样写行不行 这是每100减20 对这样写的话是不是就是你满100了 然后我就就来去减了 那现在的话我说是100减20 那你应该怎么写 判断TOTAL是不是大于100 是吧 然后判断TOTAL是不是大于100 是大于100的话 那我是不是就给它减20块钱了 TOTAL减等于20 20这样写可以吧 啊 所以它最终的付款金额 是不就是 是这些了 嗯 然后否则呢 然后ELS 我写的是美满啊 还是什么呀 满100减20 然后如果是美满的话 那你就得算一下它它的倍数了 有几个有几个那些了 是吧 然后再来去减啊 一样的 然后第一如果是美满的话 第一你看一下呃 在这块是不是100的倍数 再看它的倍数是多少曲整 然后乘以它的那个倍数 是不是再再再减了啊 对 然后否则的话没有折扣啊 在这就是没有折扣 然后支付金额是多少 对吧 好了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写完了 大家看你现在写到这多少行了 除了我的注释 我的注释多少行啊 啊 我的注释这么好 啊 注释啊 上面是一个题呢 是吧 然后呢 那至少你在这的话 从38到到到67 那是不是也30行呢 是吧 然后那你写一个作业这些 然后再加上平时上课练习 就是前期你必须要达到 就每天至少200行以上 至少200行以上 以上才行啊 然后这是我们第一周的要求 然后后边的话呢 我们代码量如果再多的话 因为我们后边随着内容讲解多 你是不是就可以往上加的内容更多了 嗯 这样内容更多 你的代码量要几乎要每一周 你都要往上加100行去 啊 就要往上加100行去 所以的话呢 比如说下一周 下一周的话 那你至少要达到300行 那我怎么达到啊 那比如说我都写完作业 写完作业哪个不熟 你再敲一遍吧 是吧 嗯 然后就是大家必须要保证 这样的一个标准啊 这样你才能够熟练 好了 我先提